第33题,某物体分别置入甲乙丙丁四杯液体中,已知在甲乙体中,该物体有四分之一的体积露出液面,在乙业一体中,该物体全部没入液体中,在丙一体中,该物体有二分之一的体积露出液面,在丁一体中,该物体有四分之三的体积露出液面,如复图所示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选项A说,甲乙丙丁四杯液体的密度一定不同,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的物体在乙丝成的,在丙丁是浮的,而且浮的情况不一样,所以我们可以确定乙丙丁的密度呢,一定是不一样的,可是甲,它并没有完全的沉下去,它只有四分之三的体积呢,在下面,那么这表示我的水不够,不够让我的物体全部沉下去, 那么甲是沉的,乙也是沉的,所以这个甲跟乙的密度可能是相同的,只是因为甲的水量不够,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它完全目入水中,所以选项A呢,是错的,选项B呢,物体在甲乙丁的浮力是0, 那我们晓得,我们的浮力公式是BVD,就是在异面下体积成一体密度,所以我有四分三的体积在异面下,去乘以我们的甲一体的密度, 这里没有任何一个项目是0,所以乘出来结果也不会是0,所以选项B说,物体在甲一体手中的浮力是为0,是错的, 那么选项C说,物体在乙丁的浮力中所受的浮力最大,这个是错的,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乙物体是层, 所以它的浮力是比我们的物重来的小,可是我们的丙是浮的,所以我们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, 所以丙的浮力等于物重,乙的浮力小于物重,所以显然乙的浮力不会是最大的, 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,而选项珠是对的,因为在丙中物体是浮,浮力等于物重, 在丁呢,浮力它也是浮体,它浮力也等于物重,所以丙跟丁它的浮力都等于物重, 所以两个的浮力是相同的,所以我们的选项珠是对的, 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 物体在丙一体中所受的浮力和物体在丁一体中所受的浮力相等,